各位各位大家好,我是Dixon Biology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2022年的E1第一條題目 這條題目是非常淺的 因為過去十年的訓練 其實考試局都很著重去問 腎的水分協調 過去講過少點多尿、少尿 你看到考試局出題的時候 都經常出席房的腎圓 調轉角度有試過 然後到內裏的機制 我想大家普遍的考生都耳熟能長 所以當我去做這條題目的時候 其實有哪些位置要留意呢? 首先第一件事,題目是 整個正常和脫水的情況之下 究竟那個腎小球類翼的體積沿著腎小管裏面 不同區域的變化 都是那句說話,有比較就有傷害 當中當然是看正常的腎小球類翼 沿著霸曼侍郎、近曲小管、亨利士套、遠曲小管、雜鳥管 然後到內裏的變化 但是脫水的情況 在哪個位置呢? 在軟曲小管 然後到雜鳥管 你會看到突然間異常地跌下去 這些都是一些情景性的東西 如果你看到題目裏面 很簡單的 描述 描述神小球類翼在霸曼侍郎的形成 其實大家過去歷界裏面都讀過 第一件事,一定要踏到高流體症壓 大家要留意 第二件事就是擠出神小球 然後到其中一個答題的位置 其實在Core的部分都有講過 就是當你搭物質轉運的時候 例如在肺炮道也好 在霸曼侍郎也好 你一定要寫到神小球壁和霸曼侍郎壁 OK 那下去有些物質過得到 有些物質過不了 尤其是蛋白質過不了 那餘靜的液體就會進入霸曼侍郎的空間 形成神小球類翼 基本上兩分都是撿回來的 但問題是兩分裡面平均落一分左右 那都要想一想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同學 不過主要 我想那個情況就是 你一定要掌握到 有時候有一些描述的題目裡面 有一些作大的框架 那迪生法學主裡面 都希望提一提大家這個情況 那接著去到第二題了 參考上圖 寫出大部分的水在神小管裡面 哪個中級修 那下去很明顯 大家已經看到了 一定是A 近曲小管 OK 那就 0.78分 平均分 那接著去到第三題了 計數題了 都是那句說話 生物科裡面有一些簡單數學題 記得大計數機 那下去 它說 每日形成的神小球類翼 就平均在180個L的升 那提議裡面 就問回你 究竟有多少體積的水是被重吸收的 那當中裡面的數字怎麼算呢 那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那一開始呢 那一開始呢 那個雷翼的體積呢 那是100% 那在100%的情況之下 那就是簡單來說 一開始是180 那下去到最後呢 那你會看到 如果跌到這個位置的話 跌到這個位置的話 跌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其實剩下 就是腎小球類翼的話 其實去到這個位置 大約是29度的 即是剩下29%的 那就是簡單來說 去上面 那71%左右的話 即是重吸收了 所以180 整體整個的 腎小球類翼的體積 跟著下去 下面是29%是剩下的 那即是71%就是 你重吸收了 所以呢 記得大計數機 承一承去 去到最後 記得寫回個單位 才能夠有分 那只有一半同學 能夠做到這個效果 那當中我相信 可能是留在單位 又或者 浩大計數機入市場 OK 那這方面 又要留意清楚了 那第三題 那已經結束了那四分 好了 接著呢 去到第四題了 解釋這個水 在第二題裡面 從腎小球類翼裡面 重吸收 那個機制 那麼 那個機制 首先第一件事 重吸收 其實落到 是說水分的滲透 那為什麼水分會滲透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跟水勢有關 滲透一定是跟水勢有關的 OK 有個水勢差的 那為什麼無緣無故有個水勢差出現呢 第一件事 沿著管A 即是近曲小管 腎小球類翼裡面 大部分有用的物質就會重吸收 OK 重吸收 你就這樣寫 沒有意思的 你一定要寫上 擴散和轉動轉運 OK Diffusion和Active Transport 進入血管 的血液裡面 好了 然後就影響了水勢 血液的水勢 就會降低 低於濾液的水勢 尤其是 這些表達的形式 大家是能夠寫得到的 OK 那跟著去到後期 很簡單 水就直接滲透 再用淨流入血液裡面 兩個地方 水勢差 那下去 你要形容到水勢差的情況 那些水怎樣去滲透 那3分 裡面1.64分 平均分 那就是簡單來講 其實很多時候 同學對這個滲透的寫法 不是太理解到怎麼寫 但是Dickson Biology 裡面的講解裡面 你就會見到那個思路 其實就很清晰這樣 讓你去掌握到 究竟那個作答的框架是怎樣 最重要的是 滲透的 水勢差 怎樣差 一定是涉及到兩個地方 你去表達到 然後水從哪裡去哪裡 正移動 搞定 而且下去 為什麼會有一個水勢差的產生 是因為 在這樣的情況抗生 和Active Transport 主要轉運 OK 那整件事 就已經能夠拿到那7分 那去到最後 就是滲透協調 參考一個激素系統 解釋上述兩種情況下 腎小管司的累積 相對的體積的差異 那就是簡單來講 立刻埋桌 就問回你 正常和脫出的情況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首先 第一件事 你先看到什麼 不是看到數字那麼簡單 抄數字是沒有意思的 最重要的是 你能夠詮釋到究竟的差異 就是脫水 在C裡面的累積 百分比比正常是低的 先形容在這件事 然後第二件事 接著就起手去了 起手怎麼去呢 那下丘腦裏面探測 就要測試脫水組的血液水勢下降了 下降了的話 那下丘腦就會分泌 或者垂底就會釋出 較多ADH OK 那其實過去的影片裡面 都講了給你聽的 就是少些多尿 和多些少尿 所以 少些 就會多些尿 那 多些的話 就是少些尿 所以 就很簡單 放多了ADH 跟著 去增加C 就是那個 軟曲小管 雜尿管 對水的透盛 OK 對水的透盛 所以 有較大 比例的水分 就會更吸收 進入血液 所以 最後產生出來的尿液 相對來說 就會少了 OK 那簡單來說 10分就存取 那記住 E1的平均分 拿Level4以上 大約是 10分 12分 OK 那我已經拿了 那10分了 所以 中觀而言 今天 Dickson白開著的分享裡面 希望能夠讓大家掌握到 當我去找E1的時候 記得 10年的試題 一定要熟 那麼 當中裡面 都有個Painlist 給大家 去找那10年的試題 掌握到答題技巧 掌握到 題目的想法的話 其實 非常之簡單 希望大家都加油